天韵音乐教室 歌唱秘诀之头腔共鸣 上课楼 大家好 我是天韵的阿刚 我是克强 今天我们要来问老师一些问题 老师我常常听到头腔共鸣这几个字 但是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分辨 假声跟头腔共鸣 它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就是借由空气的振动 到喉咙的声带所产生的音高 当我们的声带振动幅度慢的时候呢 就会发出低的声音 就像这样子 那声带振动幅度快又短的时候呢 就会发出高的声音 像这样 音 假音呢 就像没有闭合的 像气音 是虚的 是没有质量的 像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会分辨 那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练习头腔共鸣呢 我们可以从中音到高音之间呢 它的音是要连在一起的 中间没有断 没有断 所以你说像拉链一样 然后声区要非常的一致 要饱和 而且很稳定是不是 那老师可不可以我们示范一下 连起来的声音是什么呢 这是有连起来的 那没有连起来的呢 有点头重脚轻 而且到上面声音就变虚掉了 那老师可以请你用一首歌来为我们做示范一下吗 好 只要白昭黑夜人替你命令 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 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此许 我就要坚定 相信你能力到底 各位同学学到了吗 那我们今天天悦夜教室就到这里 我们下课 拜拜 所以要分辨假声跟头声不一样哦 是哦 要练习哦 声音要像拉链一样 身躯一致 非常的饱和 稳定 加油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